現在前面有多少美麗的Point Shows 好 我們問問多多姐姐 多多姐姐 我們何時可以穿Point Shows 大概在六年級考RF之前可以穿的 是的 因為其實何時穿Point Shows 是決定於你的年紀 首先你要知道 例如說你們的身體未發育完全的時候 雙腳很容易受傷的問題 所以我們基本上會等到發育完全 或者你們的肩膝非常充實厚實的時候才可以穿Point Shows 而且穿Point Shows的時候一定要有老師在旁邊 或者是有扶巴等等輔助器具才可以開始 所以穿Point Shows的時候其實最重要就是要小心 好了 我們這裡有很多不同的Point Shows 不知道多多姐姐 記不記得我們第一對Point Shows Ms.Cole 如何幫你選擇的呢 要選一些軟一點的 對 為什麼要選一些軟一點的呢 你知道嗎 不知道吧 其實為什麼要選一些軟一點的呢 是因為剛剛初學者的力度未必有那麼好 所以我們會選一些軟一點的Point Shows 這些呢 底是比較軟的 這些是四分三的Point Shows 就會令初學者會比較好一點 好 另外我們還有很多不同的Point Shows 例如那一對 對 這些呢 就叫做智能Point Shows 其實智能Point Shows呢 我們給你一個旁邊看看 其實它原本就是彎的了 這樣就比較容易這樣按上去 但是其實它也有不好的好處 就是不好的壞處 就是它比較懶的Point Shows 因為你上了去下來 你就會覺得 啊 為什麼第二對鞋子那麼難上去 這樣你的腳就會比較懶 所以這些鞋子呢 都是其中另外一隻的Thor 就是Point Shows 那當然啦 如果你自己夠力上去 當然自己上去就好 那另外的Point Shows 還有很多奇奇怪怪物 這些呢 就是有顏色的Point Shows 但是呢 我們其實比較少穿的 因為有顏色的Point Shows呢 是會令到 我們的腳的線條 就切斷了 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們呢 都是以粉紅色 塗到絲襪的Point Shows 那這些Point Shows呢 的特色呢 就是它們用一個特別的角色來做 例如說灰姑娘 可能就會用一隻 啡色或者藍色或者雙門鑽石的Point Shows 或者呢 有一個經典的芭良舞劇 叫做紅舞鞋 他都會穿這個 紅色的Point Shows 好 除了這些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種Point Shows 叫做Point Shows 其實呢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Point Shows 基本上呢 是比較表演性質地多的 因為Point Shows 是Tap Shows 加Point Shows的合體 所以呢 其實穿的人呢 是我暫時來說 表演的人不是這麼多 不過呢 因為Mr.Cock呢 都挺喜歡這些收集的奇怪的鞋 所以也有買的 好 有一對呢 Point Shows呢 每一個朋友上來 Margaret Dance Workshop 都很喜歡 而豆豆姐姐小時候 都有一對的Point Shows呢 就是這些BB Conchus 這些BB Conchus呢 其實是用來擺多的 其實就不是真的用來穿的 因為呢 小朋友 除非你是全職 每天每天都在練習的小朋友 如果不是呢 基本上呢 都沒什麼機會穿 我們都是容易收留 這次就到這裡啦 下次見 拜拜